看看我们能否通过例子来理解三种财务报表 但愿通过理解这些财务报表也能促进我们理解这个例子 首先我将关注第二个月 这里我只是重写了全则发生制损益表 让它更像财务报表 这是第二个月的损益表 根据全则发生制记账 这个月我们有400美元收入 200美元费用 400减200有200美元利润 随意点讨论的是 一段时间内有什么经济活动发生 收入多少费用多少等等 这里的报表高度简化过 其中没有考虑税利息这些开支 这里我还列出了一月末和二月末的资产负债表 一月末的资产负债表 也可以看作是二月初的资产负债表 这里我需要你们知道的是 随意表讲的是一段时期内发生的情况 而资产负债表只是给定时间点出的快照 快照这里说明的是 我有些什么 资产是能够给我带来未来收益的东西 这是我拥有的 而负债是我未来的义务 我欠别人东西 资产是我有的 负债是我欠的 而权益是真正属于我的 是资产减去负债的净值 一月初二月末 我手上有100美元现金 没有应收账款 我不欠任何人任何东西 既不欠钱也不欠服务 这里有100减零 我实际拥有一百美元 这是公司所有者 在月初能说自己真正拥有的价值 再看二月末的情况 我现在欠银行100美元 这里记作负100美元 实际资产负债表上 一般不会这样表示 这里我只是图方便 但此时我有400美元的应收账款 因此我的总资产量是300美元 记住 应收账款属于资产 因为别人欠我现金 他们未来要付钱给我 这里我仍然没有负债 是所有资产减去 所有负债 我的权益是300美元 月初的快照显示 权益是100美元 而月末的快照表示 权益是300美元 从一端到另一端 从100美元到300美元 我的权益增加了200美元 这200美元的价值 必然来自别处 这就是损益表描述的 如这里所示 权益的变化 有时是保留盈余的变化 不扯太远 考虑权益的变化 这就是这段时间 该公司获得的200美元净收益 这里有一点 你们可能会感到有些困惑 这如何同现金统一起来 根据权责发生制 这段时间赚了200美元 但现金却从正100美元 减少到负100美元 我们似乎损失了200美元 这如何同200美元收益 统一起来 如何让200美元收益 和200美元现金减少 不产生矛盾 这就需要用到现金流量表 下一节我将讲到这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